在競技建設的包庁集齊 是列布在台南大網坡 威秀營城鄉董 蔡明亮說到 他的電影在歐洲鴨店放映 藝術電影都完 他將來不感到高度和受傷 他觀察完映 由於歐洲的美術館非常多 民眾接觸藝術旅行的電影 竟然容易被接受 這也是他10年來 跟美術館合作 他電影推廣電影 壓上藝術的主要完映 歐洲的大城市 比如說巴黎 比如說羅馬 比如說阿姆斯特丹 這些城市 我們的這種電影 在那邊不會太寂寞 我就在想這個問題到底在哪裡 我們的電影要非常辛苦的來推 才會有少量的觀眾 可以進到戲院 我在想到一個問題 其實他們有一個很優勢的地方 是他們有美術館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 當有美術館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的環境才會開始質變 我們用美術館的時間 有一點晚 但是也不太遲 比較起整個亞洲的很多國家 包括我自己的國家馬來西亞 也是一樣 就是說會走得更快一點點 大概在這十幾年間 從台北到高雄 中年有台南台中 美術館開始淋漓 我覺得這是給我們的一個機會 透過地家遊行公司 也許會輸出蔡珮璇的看耍小廳 讓這部電影 成功在台南鄉營 希望讓各位多人認識電影 在台南鄉營給順其順 太老具有商業還有具有市場的概念 但是他仍然不會想要做大眾 就是覺得大眾會喜歡的東西 然後他還是堅持他自己的方式 去做他的片子 他的內容 所以他當他需要我們的時候 我自己也是做比較小眾的東西 那我自己碰到的困難也很多 那他需要我們幫忙 我一定會幫他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可以堅持 他自己的方式的拍攝 可是他又會願意去市場 去接上去賣票 那賣這個票 就很像政治人物 要告訴大家我的理念 那希望你來看 可是我覺得很多導演 他沒辦法放下他的身段 那這個不是感動 就是有點咳嗽 就是他不會放下他的身段 去讓大家接受他的東西 電影的日子沒結本沒對白 慢慢在三四年的日子裡面 連一個拍攝的主角 空閃的拍拍的過程 跟雅農的主本的過程 是一個隨時間自然而然 完成的作品 看起來彈兵的日子 透過的鏡頭 給觀眾感動心臭 記者的中夕委 蔡鳳佛 我記得點讚 他說 找到什麼 喝呎 拾丟 喝